桃園市截至今年10月底 还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超过7万笔 如果在期限内没有申办将会给予罚还 地政局、国税局以及护政机关将联合举办巡回宣导系列活动 让民众了解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行走在路上是不是看到了许多空地都闲置呢 其实植栖空地因为无人继承的关系导致产权发生的问题 桃園地区目前尚未登记继承的土地 有6万多笔 建物有1千多栋 核汽市值也高达了上亿 总面积到达1265公顷 那1265公顷有多大呢 比青埔占大两倍 青埔特令区大两倍 我们没有办理继承的这么多 如果按照公告限制算已经高达快1千亿 1千亿的这个土地 为鼓励民众可以守护自己的权益 保护个人财产 市府地震局也扩大办理全桃園区的宣传活动 搭配专业人士来共同解决并防住民众来申请办理 到目前为止 桃園有6万多笔的土地 有1千5百多栋的房子 那么15年没办理继承 那整个面积比青埔特令区大两倍以上 那我想我们的地震 户震 以及国税单位 跟我们的这个各个土地代数工会合作 那进行这个为期两个月的宣导 那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来办理继承 那如果继承需要协助的护证资料 或者是土地资料 我们会提供 那我们遇到争议的时候 我们也会停止拍卖 那我们务必要让民众的权益获得保障 既承登记 由于涉及到相关的税务 以及法律问题 往往会让民众疏忽而忘记申请 一定时间内没有申请 将会列册管理 预期也将会进行飙售 如果民众想要了解相关的资讯 也可以上地震局的网页进行查询 桃園有线新闻 林瑞峰师傅采邦报导